最及时专题4,又有播伴女间纽承泽邀进家门把瘦伸进我衣服里。 纽承泽今天早上会正式出面说明性亲案,但昨天晚上又有一名自称受害者的K小姐,以剪影的形式上午14新观点,指控曾被纽承泽伸色召她没有想要交往,很明显她就是想要发生性关系,被问有肌肤接触吗? 她回,她都把她的手伸进我的衣服里了,也承认她有亲自己。 K小姐表示有明确让纽承泽知道是拒绝她的,但当下发生的时候反应是僵住,然后开始推拒她。 K小姐被纽承泽在大安森林公园搭讪,曾二次受邀去她家,她说在小卓以后,她开始想要亲吻她,摸她,还把瘦伸进她衣服里面。 她之后表达拒绝后,二人就断了联络,但她不认为纽承泽当时是追求她,以我对男人的直觉,我觉得她只是性的需求,因为如果是追求,这过程也太急躁了。 K小姐虽然没有露脸,但身材一剪影呈现后,看起来很凹凸有致,引发网友讨论,她在纽承泽性侵案发生后,觉得十分讶异,因为她认为她不是个会勉强别人的人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